我出去取個東西 一會兒就回來 一會兒就回來 一會兒回來我再找你去玩好不好 爸爸一會兒就回來好不好 好不好 一會兒就回來了 一會兒就回來 爸爸一會兒就回來了 爸爸一會兒就回來 一會兒就回來 等會兒爸爸帶你去玩 爸爸 爸爸 我爸爸一會兒就回來帶你去啦 他現在坐電車坐上飲呢 抱抱 抱抱 昨晚上應該是昨天凌晨 就是十一級颱風 嚇到我們全家都差不多五點鐘 這樣就全部醒了 整個屋子裡面 全是水 然後庭院裡面全是滑 搞了一散我的衛生 昨天本來不想拍視頻 但想一下還是讓大家 就不擔心吧 其實有很多朋友還是 希望每天都能看到我們家張宇 今天其實我是在生氣當中 氣死了 昨天我不是去打藥了嗎 打藥了本來是想讓他帶孩子的 是吧 那是我的一片好心啊 結果今天早上真的把我惹活了 我就想說出來 讓大家拼命努力 不然老孝認為好像是有蠻不講的 花瘋之後 孩子就睡不著了 我就一直陪著孩子 一直到差不多七點多鐘 也說我也累啊 是吧 因為他下半夜還是會鬧 我想說讓老孝要帶帶孩子呗 他一翻身說我累了我要睡覺了 把我給弄個火 我說那我五點 從帶孩子帶到現在 我說那我也累啊 那就是說 就是孩子 就是看他的時候嘛 老孝醒來 他看孩子 他的眼神是這樣子 好無表情的看眼影啊 孩子 我 我當時就跟他提建議 我說你要對孩子 不要用這種冷漠的眼神 特別是像我早上醒來 你看看第一眼 你可以 小妹妹的兒子 是吧 嗯 這個就打個招呼呗 哎呀 人家生氣了 我說我只是建議 你對孩子可以熱情一點 因為孩子現在大了 他越來越黏我的原因 就是我每天都會跟他說話 我會對他笑 我會告訴他孩子 我愛你媽媽我愛你 但我老孝是這種 真的典型的理工呢 他不會說的 他跟我是幾年 他不會告訴我 老婆我愛你 老婆怎麼明白 他從來不會說 他從來都說 我對你好不好 難道你感覺不到嗎 這很多東西需要 不是說要我去感覺 你可以說啊 那這麼小的孩子 你要你讓他感覺 他更加感覺不到啦 更火的是 他起床之後 我不要說什麼 他給我來一句 你自己昨天 都不願意帶孩子了 情願去 打藥了 這句話把我給氣到了 我說你說什麼 那你認為昨天 我是真的不願意帶孩子 然後去打藥的嗎 他怎麼回答我 我不知道 你就是這麼說的 哦 我那個氣啊 我說 是個正常人都能聽得出來 我那是 玩笑話 我每天都會說 啊 我兒子好煩啊 一天到晚動來動去 那我就真的覺得 我兒子煩嗎 不可能嘛 是吧 他還真信呢 我就再三確認 我說你真的認為 我是因為 覺得帶孩子累 才去打藥的嗎 我說那不是去 把孩子交給你 我去調廣場舞 我是去打農藥 三個半小時的農藥 多辛苦 我今天晚上都 都都 都受了 都受了傷 就說今天早上告訴我 說我 是我自己 覺得帶孩子累 啊 貴意要去打農藥的 那我是一片好心 說 現在孩子都不跟你 那 那就讓你 跟孩子多 受了 充體 打掉